我們推測房子代表學習的地方 手抓下來表示他正在學習 正在操作一些道具 比方說古代的算術是用小木片 或者是一個小竹片 橫的一片代表一 橫的兩片代表二 橫的三片代表三 橫的四片代表四 兩支交叉代表五 你們學有印象嗎? 兩支頂尖的像房爐一樣的叫做六 兩根垂直的這個叫做七 因為它是用橫的刀把直的物橫切 七、切、七、切、七、切 音這樣像不像? 所以七就是切了 八是把東西分別 比如說八 八就是扁 九就是把食指跟大拇指撐開 中指、五名指定在一起 強調這個手肘的這裡 就是九 十就是束的一根手臂 因為手指頭不夠束 用手臂來代替十 這樣懂嗎? 所以以前的人用手來代表他在學習 是對的 然後這個 後來呢 插隻搖掛 就是我們說的那個五 他把兩根木頭或竹片放在一起 來做計算 所以這些天才被抓來 還有通靈這些人 將來都是無需 這些通靈的孩子 你可以把他想像為類似 哈尼波特那個霍格華茲學校 他們都來學魔法 那他們本身就是通靈嘛 有看見陰陽眼看見那個死去靈魂的能力 所以他們可以跟上帝跟天神溝通 這樣 所以他們這些人是具備有這樣的能力的 才能送到這個學校 學什麼? 學算術 算術最基本的 你如果不會算術 將來那麼複雜的那個古掛怎麼寫 對不對? 還有一些天干地支 要去計算那個日期 那個都很複雜的 你數學不好不可以 這些就是我們說的 所以這個搖掛就是在計算數學還有占卜 這是房子 雙手就是他雙手正在操作 老師有舉了一個字 是這個搖掛在一個房子 旁邊有一個鋪 那個就是膠 膠跟雪姿有差一點點 差在哪裡? 差在左邊沒有雙手 他是用一個棒子 叫邊 督促學校 督促學生 那這個叫做膠 所以膠跟雪啊 真的就只有差一點點 老師有在講義裡面有幫你們補一個字 膠 因為他很像 後來也有人這麼說啦 膠就是雪 學就是膠啦 所以我們才會說果然如此 教學相長 教跟雪啊 是互為兩端 但共為一體 我教了 其實我也在裡面學習 你們學了 將來也可以幫我去教人 傳遞 對不對? 他都是互動的 好 那學的經文到經文的時候 他已經慢慢變形了 你看這個手爪抓下來 上面的那個四根棒子 兩個五對不對? 然後底下一個孩子 房子特別清楚 然後經文又強調那個鋪的那個地方 就是叫邊 老師以前啊 對這些天才一定是嚴厲的 你不嚴厲你滾蛋 你這個不行 你滾蛋 然後就另外放棄這個天才 所以古代是用這個方法 精英教育 所以叫邊 中山王是直接就是這個字 老師沒有自己造 這個中山王的這個鋪啊 就是真正的寫的這個樣子 好漂亮 我超喜歡 然後小傳也是跟中山王這個有點像 一個鋪再一個鋪 可以嗎? 好 然後 情檢除檢它上面都正在一條直線 你可以把它當作就是石啦 就是一個搖 搖掛後是一個竹片 或一根木片 它正在擺弄 正在計算 這樣 雙手拿著這個木片 可以嗎? 那另外一個字是只有雙手 它也要小孩 好 好 那你可以理解說 老師用雙手在交這個孩子 這樣 所以交跟學我說是互動的 有時候交就是學 有時候學就是交 好 OK 那草 微的草腹在這裡 好 一點 然後有點像是 這怎麼說呢 好像一個歪吧 一個小小寫的英文的歪 然後再一個橫折斜彎溝 中間一點 音隙會嗎? 這個圍我們已經有教過 對啊 我覺得你 應該比我還熟 這個圍 新同學沒有學過 圈圖像這個有看過嗎? 沒有 修風修有 這個是簡體字的圍呢 換句話說 很少沒看到的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日常的書寫 很多人就這樣寫 日常的印筆字 是不是 沒有念過書法 大部分人都會這麼寫 所以這個字不是什麼 很尖端的難處 學的話是三個點 一個兒子的字 三個點 動動動 兒子的字 也是大陸現在簡體字的學 對吧 換句話說 你說大陸的人啊 在一九四九年制定的方針啊 在這一點上起到了無敵的作用 他們是把草書的符號 把它簡化的這個變成楷化 把草書的簡化的符號 楷化為他們的簡體字 包括偏旁部首 包括整個造型 然後看起來像砍書 實際上是草書 欸 所以 可以理解為說 約任當年 在從這個古代甲骨經文 一直到 周朝 漢代 秦代 一直到清朝 每一個朝代都有一個官方的 頒布的國家 國家字體 另外一個是民間的手寫字體 中華民國之後沒有 就是學了草書 那中共在這一點創建或智商上是比較不錯的 他把它變成了簡體字 草書楷化 然後幫助他們很多 當然 在文革他們做了很多一些工商農 所農認識的一些簡化字 是不對的 因為它更不符合字的源流 聽說有四百個字 這四百個字是不對的 其他大概都跟我們接近 這樣 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樣 好 學習的學 再來呢 是這個 略我們不用說